各位观众,晚上好 今天是2020年12月25号,星期五 欢迎收看日本新闻 12月22号,博鳌亚洲论坛在全球健康论坛大会框架下 与日本医疗国际化机构联合举办了中日新时代健康论坛 论坛以人类健康、地球健康为主题 中日两国嘉宾展开讨论,达成广泛共识 请看本台记者报道 本次论坛分别在日本东京和中国青岛设置会场 此次会议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举行 吸引了超过百万人次在线浏览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杰俊博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竹视频致词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 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佐藤康博 外务省副大臣旧委英一郎 自民党2050年探中和推进本部事务总长福景赵 日本国际协力银行总裁钱田匡史 日本医师会名誉会长横仓义武等出席了日本会场 博敖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 博敖亚洲论坛秘书长李宝东 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陈冯复珍 外交部部长助理刘贤法 青岛市委书记王清宪 山东省副省长孙继业 招商局集团总经理胡建华等参加了中国会场 日本驻中国大使垂秀夫和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炫佑 也以在线视频方式出席论坛并发表了致辞 二阶俊博在致辞中表示 新冠疫情期间 日中两国政府和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抗疫 日中两国携手合作 对亚洲及世界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人类健康和地球健康是日中双方的共同关切 具有广阔合作空间 菅义伟首相宣布 日本将在2050年实现无碳社会 在2020年末举办此次论坛 将对于后疫情时代日中合作带来新的展望 陈竹在致辞中表示 中日两国已在医疗健康领域开启了合作之路 而且合作潜力非常巨大 明年开始 中日两国将接连举办奥运会 2022年还将迎来邦交正常化50周年 在这重要历史时期 期待两国在卫生健康领域的合作上升到一个新高度 扩大人员交流 实现优势互补 集中力量攻克人类健康面临的共同难题 曾担任博敖亚洲论坛 李市长的福田康夫前首相 在致辞中表示 新冠疫情发生后 中国向日本提供了大量医疗物资 许多日本人满怀感激 记忆犹新 面对新冠疫情这一重大危机 世界各国应携手抗议 而不是煽动不信任感 本次论坛讨论健康领域国际合作非常及时 期待日中两国加强合作 共同解决世界难题 博敖亚洲论坛副理事长周小川在致辞中表示 中日两国互为重要邻国 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15个国家 在上个月刚签署了RCEP协定 中日经贸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期待两国实现优势互补 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贡献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炫佑在致辞中指出 新冠疫情也引发了我们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思 菅义伟首相提出 在2050年实现脱炭社会 习近平主席也宣布 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 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 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 中日双方有责任共同推进绿色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 忠心期待 双方继续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 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运用本论坛凝聚的智慧 探索后疫情时代中日合作新模式 为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注入更强动力 日本驻中国大使 垂秀夫在致辞中期望 日中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 友好合作关系 推进在医疗健康 与无碳社会建设领域的合作 扩大和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 共同迎接恢复邦交正常化50周年 日本外务省傅大臣旧伟英一郎在致辞中说 本次论坛具有重要意义 在不久前举行的日中外长会谈上 也就两国在无碳社会建设领域加强合作达成了共识 作为今后数十年的努力目标 期望日中双方共同为人类健康 与地球健康做出积极贡献 亚洲博鳌论坛主要创始人 日本医疗国际化机构理事长蒋晓松 在总结致辞中指出 日本医疗国际化机构 致力将日本先进医疗资源和服务体系 与中国市场相对接 今天我们把脱炭环保 作为地球健康的主题 也放入这个序列 这是中日两国都感兴趣的事 也是两国领导人的相同指向 同时还具有很强的市场性 在中日之间 具有非常大的合作空间和生命力 蒋晓松表示 本次论坛尝试聚焦人类健康 地球健康 人类健康指的是抗击疫情 医疗抗养社会的建设 地球健康指的是 绿色脱炭社会的建设 我认为这一命题 可能成为中日购筑互惠关系 加强中长期合作的重要平台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 新冠肺炎疫情 让世界各国深刻感受到 人类是命运相连的共同体 也让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好 再次得到彰显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 中日两国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 应携手并进 在绿色发展 碳中和 医疗康养 健康城市生活等领域 开展更加深入务实的合作 承担共同责任 为全球环保和健康事业 做出共同努力 以为全球环保和健康事业